事实上远东航空投下了停飞震撼 但很多的员工跟乘客真的是不知所措 有空服员在飞机上感性的发言 说希望远航如果可以再次高飞 希望民众可以继续支持 还一度讲到哽咽 就在昨天晚间 远航的末班机从中国大陆合肥飞回台湾 很多民众感到庆幸还有飞机可以搭 而机场则是流露了不舍之情 真的曾经非常希望 我们有一天能够继续的 能够站起来 能够再一次的暂时高飞 远航飞机上头空服员感性发言 希望乘客未来继续支持远航 讲到伤心处还一度哽咽 我也希望到时候 各位亲爱的贵宾商机们 能够再一次给我们鼓励跟支持 加油 加油 再一次谢谢各位贵宾 非常感谢你 谢谢 远东航空12号下午无预警宣告 13号开始全面停飞 许多乘客已经空服员都措手不及 12号晚间10点22分 远航末班机从合肥回到台湾 有些乘客一开始甚至不知道 自己搭到的是远航末班机 飞沫班的机长对远航无预警停飞除了不舍但也相信 未来还是有机会继续为乘客服务 远东航空宣布停驶许多民众措手不及 员工也都相当不舍 期待未来公司整顿之后 能够继续再为乘客服务 记者林祝强 桃源报道